炎炎夏日又到了女孩们展示好身材的时候了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女孩 穿着短裙短裤走在大街之上 露出她们的性感大长腿 努力成为夏天最美的女孩 女生这样的穿着 哪怕是正人君子 我想也会看几眼 而且在一个信息社会 女孩子怎么可能不知道各种新闻 那么既然知道了 为什么还穿着短裙短裤走在大街之上呢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 要风度不要温度 这句话不是女生的座右铭吗 每个女孩子们总是喜欢逛街购物买买买 她们从来不嫌累 特别是夏天是需要大量好看衣服的季节 又得把自己的好身材展现出来 所以短裙短裤是大多数女生夏天的首选 女孩子们认为短裙和短裤是夏日美的代表 她们在凸显身材的时候 只会觉得这是短裤短裙时给她们带来的福利 在夏天的季节里面不仅女孩子快乐 男孩也很快乐 因为男人都喜欢看穿短裙短裤的女人 可能男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物种 对大长腿这么美的女生毫无抵抗力 女生一把短裤短裙穿上 然后街上的男生就会被吸引 她们那种色眯眯的略带猥琐的眼睛就不会眨了 直勾勾的盯着看就算是有些男生的心里意识到 些许的理性这样不太流行 她也会再走着走着用余光去瞟一眼 对女生来说男生投来的目光也是对女生身材的极大认可 女孩子并不觉得男人的眼神有多猥琐或讨厌 同时也让女孩们有的心里的满足 女生穿短裤和裙子可以充分展现女生的优势 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展现自己大腿的美 这样可以给男人最大的视觉冲击 男女平等的观念在这个社会早已深入人心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自己的权利 可以说女生有穿短裙短裤的权利 男生也有看女生穿的权利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 不要随便评价一个人的好或者坏 虽然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你还是要知道权利是自己的 不应该强加给别人 这个社会强调开放个性已经解放了 别再做泥俗男女了 个性的解放吸引了每一个 人敢于追求不同的风格大胆尝试 中国也有自己的时装秀 不在一副鱼米兰时装中 正是因为个性的解放人们开始爱上独特性 所以出现了许多创新新奇的创意 各种形式和风格层出不穷 也出现在街头 女孩子要穿得好看 同时也不能太暴露 如果你把它贴在网上 会有很多人反驳这种保守的观点 不管是什么样的男生在对穿着 短裙短裤的女性产生什么样的心理 或者女生对男生产生什么样的心理 都是男女自己的事情 不应该笼统的去反对女生穿短裤短裙 都已经21世纪了 还要再做着泥俗形象这类的事 不是太愚蠢了吗